在平时分享拍摄教程的时候 会收到很多留言来询问某组照片的调色 所以今天打算做一期文艺复古调色教程 这个色调是我自己平时修片用的比较多的一个色调 包括之前大家看过的街拍教程 还有很多平时客户的片子都用的类似的思路 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这里是爱分享的摄影师Sherly 上个礼拜呢因为我外出拍摄了一整周 所以就停跟了一个星期 非常感谢大家的包涵 今天在教程开始之前 让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 要调整的这个目标色调 它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以此来确认我们的最基本的调色思路 对比原片和调整后的片子可以看出 调整后的无论是亮部还是暗部的细节 都比原片保留的更多 比如原片天空比较亮 云的细节比较少 暗的地方也更暗 看不见细节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目标色调的对比度是偏低的 这也就意味着等会在实际调色中 我们需要根据情况拉低高光和白色色阶 同时适当地提升阴影和黑色色阶 同时我们再观察一下这个色调的特点 就会发现亮部比较偏蓝色 暗部比较偏黄色 如果有看过之前调色思路和调色基础 扫盲教程的同学 应该会记得使用RGB曲线 就可以用来给亮部和暗部增加颜色 而蓝色曲线就可以做到增加黄色和蓝色 以上基本思路确认后 我们就开始进入具体的调整环节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个之前讲过的知识点 也就是在做任何调色前 第一步一定都是恢复图片的明暗 也就是把图片的曝光 恢复到一个比较准确的竖直 只有在曝光比较合理的照片上 我们去进调色 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否则的话呢 我们就会做很多的无用功和重复功 比如我自己拍摄 一般为了保留质感和清晰度 原片相对而言都会偏暗一点 所以一般第一步都会做一个提亮 那么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决定 是提亮还是压暗 调整曝光度的时候 脂肪图的确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参考 但是不要太过死板 要结合眼睛看到的感觉 综合决定一个合适的亮度 调整完曝光后 我们可以开始对亮部和暗部进行调整 在视频开始的时候 我们分析过 需要调整的目标色调 对比度是比较低的 需要压暗量的部分 提升暗的部分 我们先通过拉低高光和白色色阶的数值 来压暗图片亮的部分 大家在实际的调色过程中 一定要根据自己图片的情况 去决定你要压暗的程度 这里的数值只能针对这样照片 所以它是不能直接套用到其他的图片上的 同理 再根据图片的情况 适当提升阴影和黑色色阶 来提亮图片的暗部 至于要不要通过调整对比度来进行微调 完全取决于个人 我一般会再适当地拉一下 看看对比度需不需要再降低 还是回升一点 到这一步为止 我们可以看到亮部和暗部的细节都有所提升 聊到这里 我相信有人会有疑问 为什么我们不通过直接去拉低对比度这个参数 实现低对比度的效果呢 那是因为当我们单独调整高光和阴影的时候 可以更灵活 比如说我们在压暗高光的时候 我们可以自行决定到底要压暗多少 那反之当我们在提亮阴影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自己决定到底要提亮多少 基本明暗确定后 我们就可以给照片定基调色彩了 在视频开始的时候我们分析过了 目标色调的亮部偏蓝 暗部偏黄 这个效果可以通过拉蓝色曲线实现 所以现在我们打开蓝色曲线 并且在五个交叉点处各定一个小点 方便实现比较精细的调整 暗部要偏黄 所以暗部我们往下拉 亮部要偏蓝 我们就往上拉 聊到这里呢有一个小小的知识点 我觉得还蛮值得分享一下的 也就是这种人像照片一般有光照的时候 人物皮肤呢它是属于照片里比较亮的部分 而且我们一般也希望有光照的地方 可能偏暖色调会更好看一点 所以在拉曲线的时候 我会把最顶点还是拉回到下面 黄色的范围内 让整体照片呢更偏暖色调一点 个人觉得这样可能会好看一些 当然拉与不拉也要根据你当下的照片和你的感觉去决定 我个人认为呢也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到目前这一步 我们可能感觉颜色有点太过偏黄 因此我们可以尝试把红色和绿色的曲线 也都微微拉一个S曲线 来实现颜色的平衡 同时降低某一个倾向的颜色比较重的感觉 这一步完成后颜色基调基本形成 但是会看出来对比度还是比较强 饱和度呢也比较高 不够有高级感 因此接下来的一步 我们首先通过综合曲线 把图片最暗的部分提升 最亮的部分降低 拉完以后大家可以看到 复古的磨砂质感瞬间就有了 熟悉我风格的人可能会发现 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种风格 但是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的感觉 也可以视情况跳过这一步 接下来便是降低饱和度 使图片不要过分的鲜艳 因为太过鲜艳的颜色 会让图片感觉更写实 更偏现代 当然有时候可能会出现 新手在拉饱和度的时候 一不小心就拉得非常猛 整张图片都会有发挥的迹象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鲜艳度 去进行一个微调 鲜艳度和饱和度的差别 我们在之前的基础扫盲教程里 有进行过讲解 如果还不是特别清楚的同学 可以去看回之前的教程哦 以上步骤完成后 其实图片的大致风格已经形成 但是为了更精细 我们还可以用到混色器 也就是HSL 做一些更有针对性的局部颜色调整 我们可以看到 照片整体基调偏黄 因此如果照片里有绿色 我们可以把绿色的色相 稍微往左拉一些 让它微微偏黄 这样能和照片的整体基调更和谐 并且如果绿色太亮的话 也可以稍微压暗一些 这里我的调色逻辑是这样的 因为印象中像这种复古的照片 它的颜色都是比较偏重偏暗的 所以当出现类似草地 这样大面积的色块 我们就宁愿让它偏暗 而不要偏亮 因为偏亮的话可能就有一点偏小清新的风格 那可能就丧失了这种复古的质感 接下来我们需要重点调整的两个颜色 就是黄色和橙色 因为这两个颜色在图片的占比其实是比较大的 所以它是属于有风格导向性的颜色 同时刚才我们也把草地的绿色调到了偏向黄色 因此我们需要更精细的来调整一下这两个颜色 一般而言我会适当提升黄色的饱和度 让画面整体在较低饱和度的情况下适当的凸显黄色 并且可以稍微提升亮度来增加通透感 而橙色部分主要影响画面中人物的皮肤 所以我也会适当提升明亮度来使皮肤具备通透感 接下来我们要重点调整的颜色就是蓝色了 首先是在我们拉RGB曲线的时候 我们就为整张图的亮部增加了蓝色 其次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图片里天空的占比是比较大的 所以就说明蓝色的占比是很大的 因此蓝色是值得我们重点调整的一个颜色 为了有复古的感觉 我会将蓝色色向往右拉 让其偏向紫色 然后降低饱和度 大家可以注意看 调整后的感觉会有一点点复古胶片的感觉 或者说带一点点派利德的色调 然后亮度上根据需求看要不要调整 可以按照你的偏好去灵活处理 到这一步为止 其实我们照片的基本调色就完成了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片子想要达到的感觉 去进行精细的检查 一般我会再看一看 明度、饱和度、对比度等是否合理 如果觉得某些感觉太过或者不足 可以再进行微调和整理 当然说到底调色的方式方法真的是千千万 就算是同一个思路运用到不同的照片的时候 也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侧重点 而且我也不敢说自己的方法 或者是思路就是最好的或者是完美无缺的 只能说分享出来是方便大家可以互相学习和交流 或者说帮助那些还完全没有思路的新手 去建立一个最基本的逻辑 而且我也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很多调色教程下面 都会看到一些弹幕评论里面说 我觉得还是原图比较好看 其实这也不奇怪 因为调色它本身就是一个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东西 而且同时它也不是拿来拯救废片的 更多时候它就是传达出另外一种感觉 或者是给照片添加一种情绪 所以它是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的 关键是大家可以去学会这个思路和享受整个调色的过程 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收藏和加关注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